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大智文殊师利菩萨 顶礼西天东土历代祖师 顶礼西天东土历代祖师 无上圣圣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如母有情 得到辩知佛果 请大家发起殊胜菩提心 在菩提心的摄持之下 今天我们接着学习 能够开启无尽吉祥之源的随念三宝经 随念三宝经上面呢 讲完了第一个部分解释题目 第二个部分 引言谁堪信赖的内容 接下来呢我们学习第三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呢是念三宝德 就是呢身为佛弟子 我们呢应当呢如理如法的 不增不减的正确无物的去意念佛法僧三宝 所具有的殊胜无漏真净功德 那么由于意念功德而产生了殊胜的性结 有殊胜的性结 我们呢产生了对三宝的皈依投诚之心 那么由皈依投诚之心呢我们呢就在导师佛陀的引导之下 那么去践行佛陀所给我们指引的正法道路 那么以及呢 啊 协同呢 三宝呢 共同呢完成大菩提的伟大事业 这就是随念三宝功德 这一科呢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呢是念佛功德 第二念法功德 第三念僧功德 那么念佛陀的功德 就是念觉者 三界导师四生慈父 我等大师啊 所具有的身与义的功德 或者呢说 身功德 语功德 义功德 功德功德 和事业功德 所具有的这些呢 种种的无露真净功德 这是呢 念佛陀的功德 念佛陀的功德呢 让我们对大师佛陀升起啊 这样的信念 佛陀呢 是远离了一切部位 佛陀呢 具有圆满的智慧 佛陀呢 具有了无缘的慈悲 佛陀呢 具有了平等的心怀 佛陀呢 有救度我们的善巧方便力 于是呢 我们呢真诚的皈依投靠 啊 大师佛陀 那么就在内心中下定决心 从今乃至菩提果啊 我们永远永远的追随永远永远的皈依大师佛陀呢 为我们的导师啊 遵舍生命也不皈依了外道啊 天魔外道 那么就生起这样的一个归心 念法功德呢 就是佛陀为了引导我们走向解脱走向涅槃走向菩提 那么为我们演说了显宗密宗大臣小臣浅臣啊 实成天成圆圆 动成和建成的种种法门 那么这些法门呢 都是呢佛陀观机斗教 随类说法 目的呢都是呢 将我们这些所化的众生呢 暂时安置在三成道中 究竟呢安置在大菩提的果位之中 那么这样的这个殊胜的正法 我们呢要意念他的功德 意念佛陀的功德呢 让我们生起亲近性 意念正法的功德呢 让我们生起了欲乐性 什么欲乐呢 我要学法我要修法 我要行法我要正法 生起了这样的这个信心 就从呢佛陀的教法和正法方面呢 意念佛陀的佛法的功德 第三呢念僧功德 那么僧呢就是佛陀教法的奋行者 佛陀教法的支持者 佛陀教法的继承者和践行者 僧呢是以佛为师 以法为道的佛弟子 那么僧呢又有大臣僧和小臣僧 那么大臣呢就是 现在法界真如 以无分别智慧促正法界的欢喜地以上的菩萨 都可以呢称之为呢大臣僧 那么小臣僧呢就是不论凡胜 只要呢四位或者呢四位以上的比丘比丘尼众 就称之为呢僧 这里的僧呢应当呢着重使之大臣僧堡 那么我们呢要意念呢这些呢圣者僧堡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一颗念佛功德 念佛功德呢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是略赞佛德 第二个部分是广赞佛德 第三个部分呢是设赞佛德 先呢简略的概要的各样赞叹一下呢佛陀的功德 支持了略赞佛德 对于上根利器的人呢 那么简略的赞叹佛陀的功德 他就能够呢举一反三处类旁通 而了知佛陀广大无尽的功德 从而呢对佛陀升起信节 那么去皈依投诚于佛 那么对于中下等根器的人呢 那么紧紧简略的赞叹佛陀 他还不能够对佛陀广大无尽的功德 得以了知 那么升起了信节断除了疑惑 唯一呢选择了佛陀为大使 还不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于是呢 经中呢为在进一步的扩展广泛的称阳 歌美赞叹了佛陀的功德 那么让众生呢能够呢 了知佛陀深广的功德 而升起广大信节 坚固的信节 那么最后呢 再给我们呢摄要的赞叹 归纳总结 佛陀的话呢就是赞叹的太多了 太广了 我们呢就无法受持 所以最后呢 再涉及要点 归纳 观要 那么再来呢赞叹了佛陀的功德 好 首先啊 我们看第一课 略赞佛德 略赞佛德呢 《入中中》中所说 妙赤非环非空静 由自立静回转 佛德无边若虚空 弟子菩萨莫能玄 他的比喻呢就说佛陀的功德呢 像虚空一样的 那么这些赞叹佛德的菩萨弟子呢 像大鹏精尺鸟一样的 那么大鹏精尺鸟呢 在空中呢 去翱翔 我们知道呢大鹏精尺鸟呢 扶摇直上九万里 他呢飞行的速度是非常非常之快的 那么以大鹏鸟的飞行的这个速度 向虚空的边际呢 一直去飞行 最后呢也找不到呢虚空的边际 那么找不到虚空的边际呢 大鹏鸟已经呢精疲力尽 只能呢再飞回来 栖息在须弥山的顶上 这是比喻 那么意义呢就是佛陀的功德呢 像虚空一样的浩瀚无垠 浩瀚无边 那么这些呢一到十地的菩萨嘛 那么用他们的辩才 用他们的智慧 穷洁洁洁的去赞撼佛陀的功德 也无法完整的全部的做赞叹 最后呢他们只能呢说 哦总而言之佛陀功德无量 我们呢无法再言说了 那么在这里呢为了利益我等众生呢 略赞佛德呢从两个方面来概括呢 佛陀所有的功德 第一个呢佛陀自利的功德 第二呢佛陀利他的功德 自利的功德 那么利呢就是利益 也就是说佛陀自我利益的功德 有些人说我们不是特别反对自私自利嘛 佛教不是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利苦嘛 为什么呢佛陀呢还要寻求自利呢 那么大家呢需要清楚 世间说的自私自利 自呢就是自我 那么自我是什么呢 就是由自我意识 他的真正的本质呢就是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呢就在佛教中呢称之为 撒加也界 称为我界我执 那么他的体性呢是无明 是一种恶界 他没有见到生命的真相的一种这个啊 邪见 这和我们一般说的邪见不一样 这样的一种这个呢啊 邪见 他的体性是这样的 那么这种无明的撒加也见的邪见 叫做呢自我意识 他呢是一切烦恼一切痛苦 一切灾难一切不幸的源头 我们每个众生都有自我意识 有自我意识啊 升起的我执我所执贪欲等 为了呢得到呢这个满足自我的利益 而采取的所有生意的行为呢 这叫做自私 这叫做自利 然后呢丧失仁义 道德失去慈悲 不管自己的父母 不管自己的师长 不管自己的兄弟姊妹 不管自己的同胞 然后呢只以自我为中心 然后呢实时处处呢都是呢得 为了母求自己的私利 这叫做呢自私 心中呢没有任何人 只有自己 一切的行动 一切的想法 一切的说法 为了母求自我的利益 那么这叫做呢自私 这叫做自利 而我们这里的自利呢 佛教中虽然呢知道呢生命是无我的 但是呢还有无用的生命体 这个生命体呢他呢没有解脱的时候 他的心识被无名所蒙蔽 他被无量的烦恼和有漏夜呢所缠绊 他被无边的痛苦所逼迫 那么对于这样的生命体 我们假名称之为我 张三也好李四也好天人也好龙王也好人也好旁生也好 对于这些假名的生命体就是无取用 那么他呢还是有身体 他还是有心事的 那么就被这些无名烦恼 在罪业和痛苦呢 禅果逼迫的时候呢 他呢不自在 没有解脱 所以呢对于这样的这个无取用呢 我们假名叫做我 佛陀呢也是这样的 那么这样的这个假名的这个无取用 他呢为了摆脱呢这些烦恼和痛苦 去修集功德 最后呢断掉了无名烦恼 摆脱了痛苦 这就叫做自立 自立呢其实是提升自己的生命 净化自己的生命 满散自己的生命 叫做呢自立 那么自立呢又会有断的功德和正的功德 断呢就是过无不尽 所有的过失 负面的东西呢 在佛陀的生命中呢 是分卷残庸一般 啊是一丝不留一毫不慎的 那么这是呢过无不尽 也就是说 无名烦恼 罪业和痛苦 这些呢有漏的或者呢生杂染 夜杂染 还有什么烦恼杂染 这些杂染的法呢彻底的被净化了 这叫做呢自立的断的功德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自立正的功德呢 佛陀的三身 五智实力 似无所谓十八个共法 等这些呢功德呢都具足 也就我们一般说的呢 啊什么呃 真善美等这些呢或者呢 道德智慧才能 那么这一切一切的功德呢 人们追求的美好的真善美的功德呢 他呢完全的这个具足 这叫做呢自立的功德 那要搞清楚 我们对佛陀的自立的功德意念 我们呢就会学习佛陀 佛陀呢曾经也是反复 曾经也有无名 曾经也有烦恼 曾经也造过罪业 曾经呢也是一个痛苦可怜的众生 但是呢他通过呢修持界定会 修持三十七步地方 现在呢已经完成了自立 我们呢也应当学佛呢去修行呢 完善自我净化自我啊 然后呢得得到呢究竟的自立 这是念自立的功德 然后呢第二呢念利他的功德 佛陀呢他并不是呢自我净化 自我提升自我完善 然后呢自己没有一点的过失 自己呢具有圆满的功德 然后呢自己呢受用无尽的 法喜和法乐 然后呢就啊 将众生抛制在一边 不是这样的 那么佛陀呢还具有呢 无量的这个大慈大悲 一大慈大悲呢佛陀呢 心心念念的利益众生 就像呢有两句话这样说 若以众生未得度 我佛终枭有泪痕 那么佛陀唯一的心愿呢 就是呢要让一切的众生 都能够究竟离苦究竟得乐 所以呢佛陀呢具有呢利他的功德 无论自利的功德和利他的功德 这都是我们人类 我们有思想的有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和天的众生呢 啊所追求的所向往的这些功德 我们呢应当呢 用心的把佛陀自利的功德和利他的功德 放在心上啊 念之在之 时时啊追忆 时时啊 时时缅怀 那么这样呢就说我们呢 就会对具无露真净 功德的佛陀呢 升起真实的信心 那么自利呢我们可以呢 向佛陀去学习完成自利 那么念佛陀利他的功德呢 我们呢可以呢 向佛陀呢去归命 向佛陀去归成 祈求佛陀的救护 为什么呢 他具有呢圆满的利他之德 这是呢略赞佛德 好 我们来随着经文来意念佛陀 具有的自利的功德 经中说 如是佛陀不切凡者 为如来应供正等觉 临行圆满善事 那么这一般我们说的佛陀 所具有的十种德号 十种圣号 那么其中呢 这如来应供正等觉 临行圆满善事 那么这五个如来的德号 是从自利方面呢 来诠释呢佛陀的功德 佛陀的这些名号呢 不是呢随便的取的一个代号 这都是从不同的方面 诠释呢 如来所具有的不同的功德 所以呢叫做德号 那么这每一个名号呢 其实呢 应当说诠释的是无尽的功德 所以呢我们说 这叫万德鸿鸣 有些呢说 阿弥陀佛的名号 才叫做四字鸿鸣 或者呢六字鸿鸣 那么为什么呢 你在这里呢说 如来呢每一个名称呢 都是呢 万德鸿鸣呢 那当然是这样 因为呢 如来具有无尽的功德 那么这些名号呢 都是如来的名号 都在前世如来的功德 那么这些名号呢 其实呢也可以呢 一一射尽一切 你比如说说如来呢 其实呢 应供正等觉 民心圆满善事 世间界无上事 条约丈夫 天人师 那么这些呢 德号所诠释的功德呢 在如来中奔来呢具足的 因为呢佛陀呢 没有很多 可以呢说就是 在赞叹呢 这个一个完整的佛陀的功德 但是呢 为了让我等众生 能够呢 对于如来无尽功德 能够形成概念 能够有一个具体的理解 所以呢 用了不同的名称和德号呢 来描述如来的功德 那么我们先过一下呢 经文的字面 如是 是一个指代词 就是像我们现在呢 介绍一个人呢 说这位先生 这位女士 这位教授 这头野兽 那么如是呢 是一个代词 佛陀是印度凡语 简称为佛 那么翻译过来呢 就是决的意思 或者呢 决者的意思 因为呢 直接说决呢 我们呢 一般呢 在这个汉语中呢 就说 说到了这个人 或者呢 这个众生的话呢 他呢 总有一个表示呢 是人或者呢 这种身份 你比如说 对于一个作家呢 我们仅仅叫做 这样呢 就是不好 没有这种表达习惯 所以呢 就会说作者 然后呢 对于这些呢 这个 做这个工业产品呢 我们叫做工人 加个人 等等 其实呢 本来呢 他的意思呢 就是决 决呢 就是说 如花开夫 如梦觉醒 一般来讲呢 为什么呢 说佛教呢 那么这个佛陀和婆界凡 这两个名字呢 其实呢 在众多德号中呢 他能够呢 这个统设众德的 一种这个名称 其余的这些德号呢 都是从 某一个角度呢 来描述呢 佛陀的功德 佛和婆界凡 这个名号呢 这两个名号呢 能够呢 全面的 完整的 或者呢 从总体上呢 来讲佛陀多德功德 所以呢 使用的半媒呢 最为广 也最为普遍 那么这个觉 就是觉悟的意思 那么没有觉悟呢 就像呢 花呢 包在花蕾中 那么这样呢 就说花的啊 这个花瓣也好 花香也好 那么啊 还有呢 整个花的这种形状呢 我们呢 都无法呢 无法呢 亲眼目睹 这就是呢 众生的 心 门 被 无名和烦恼 还有呢 有漏的无取用呢 所 门住 那么众生的这个心性 具有的本觉的功德呢 不能够绽放出来 不能够呢 显发出来 所以呢 就是呢 啊 像花蕾一样的 啊 当这个花朵呢 绽放了 我们呢 就能够看到呢 花的形状 花的颜色 以及呢 每一半呢 这个花瓣 就像呢 这样的 所以呢 当众生的心 摆脱了无名烦恼的束缚 那么就像呢 花开放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说 绝花绽放 绝花绽放 就这个意思 那么知识呢 一般呢 从这个方面来比喻呢 佛陀所具有的啊 界定会的功德 三十七菩提分的功德 福德和智慧的功德 三生五制的功德 那么主要呢 指正德的功德 所以呢 说 如花开肤啊 如花绽放 就是功德呢 都释放出来了 功德呢 都展展现 呈现出来了 那么第二呢 就说 如梦觉醒 就像呢 一个人呢 睡倒了 海南大睡的时候呢 就无所觉 无所知 红然不觉 亦无所知 特别呢 有些瞌睡中的呢 睡着了呢 跟死猪一样的呢 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个睡梦呢 有两种状态 一种呢 就是呢 无所知 无所觉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说 憨睡之中 连任何的心理活动呢 都不期限的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呢 就是睡着之后呢 就开始呢 有独头意识显现了 种种的身心世界 更生气界的 种种梦境和梦境 这就是我们心经中说的颠倒梦想 我们众生呢 在六道轮回中呢 其实都是在做梦 像永迦大师说 梦里明明有六曲 绝后空空无大千 当我们沉睡在无明的睡眠之中 我们呢 就会有天堂 有地狱 有恶鬼 有旁生 等等的这些呢 三界六道二十无有 正宝一宝等 那么当你觉悟的时候呢 这一切的根生气界的迷乱法 它消融到法界之中 如浪归大海 啊 永消虚空 一般呢 清静皎洁 啊 或难无物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叫绝后空空无大千 入中中也说 此中幽如以觉味 乃至味觉三界有 如以觉后三杯有 吃睡静后一如是 没记错 是跟梅师宗的辩论 梅师宗认为呢 就说是呢 只有心没有这个静 认为呢 根静时等这些呢 都是呢 心 然后呢 中观宗呢说 如果你要站在世俗地中 根静时呢 都是有的 如果你站在生意地中呢 根静时呢 都没有 那就是说你站在凡夫的迷乱的世俗中呢 有根就会有静 有静就会有实 这三者呢 都有 如果你站在正悟空性的真如实相 或者呢 菩萨入根本会定 或者呢 佛陀的境界中来看呢 这三者呢 根本没有 就像呢 睡梦的时候呢 梦境中的根静时呢 在梦境中存在 醒来之后呢 就没有了 那同样呢 众生现在在无明大梦中 他的根静时是有的 但是呢 你修持呢 无我空性 啊 当你正悟空性的时候 是诸法空降 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不增不减 是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识 无银啊 鼻舌生意 无色身将未处罚 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等等 这些呢 都是空的 那么就像这样的 这叫做呢 如梦觉醒 啊 如梦觉醒呢 主要从断得的角度 断掉无明 断掉烦恼 这个角度呢 来讲 这是佛陀 佛陀是如何来觉悟的呢 主要是从依靠呢 智慧来觉悟的 那我们就要 就要呢 来问一下呢 那众生为什么不觉悟呢 因为他有无明 无明是什么呢 有哪些分类呢 无明就是对于事理不能够了知的 就叫做无明 在华言经中说 于第一异地不了浩月无明 就是对于真实圣异地诸法实相 不能够了知的 这种状态 就叫做呢 无明 就相当于我们呢 给 给这个学生呢 给了一道难题 他呢 就说是拿到这个题呢 就蒙了 现在人说蒙圈了 然后呢 脑子一片空白 这个时候就是无明的状态 然后呢 有些呢 就说虽然呢 也不是不会做 认为了啊 这个我也能做 其实呢 就开始呢 瞎算一桶了 这叫做邪见 无明呢 就说是一无所知的 当然呢 这个又有两种 一种呢 就是无明和这个邪见 和撒迦也见呢 是一体的 有的呢 就是无明是 这个撒迦也见的因 有这两种说法 那么众生呢 有这些这个人我的无明 人我的无明就是啊 对于这个自己的生命的真相 不能够了知的 生命真相 不能够了知的 叫人我的无明 法我的无明呢 可以说对于宇宙的真相 这是我们只是通俗的来讲 就是对于万法的本性 不能够了知的呢 叫法我无明 所以呢 我们随便呢 就说啊 如果我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呢 你们知道 这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东西值多少钱 这个东西叫什么啊 然后呢 谁给我的 然后他的寿命是多长 等等的 这些呢 我给你们提问呢 你们基本的没有一个 能够回答上的 这就是对万法的本性呢 不能够了知的 也叫做法我无明呢 随意问出来的这些呢 就说是每个具体事物的这些的本性呢 那你都一无所知呢 这叫做法我无明 而佛陀呢 他不是万能的 但是他是全知的 所以呢 佛陀的心 震得了人空和法空 他呢 对于人生也好 生命也好 对于这个宇宙万有呢 无论世俗的角度也好 生意的角度 都能够呢 清晰的了知 所以他的心上 没有无明 没有邪见 他充满了智慧 就像呢 空中无庸 啊 广阔无影的晴空中呢 升起了一龙的光芒四射的太阳一样 他的光明变照整个虚空 佛陀的心呢 像虚空一样的 佛陀的智慧呢 就像太阳一样的 谁的生命状态呢 能够达到这样的境地呢 他就是抉择 他就是佛 然后呢 伯介凡 伯介凡呢 也是印度凡语 直接翻译为呢 初有患 初呢 就是处理有记阿边 三有龙回和寂灭涅盘 两个边 有的话呢 就是有 有这个 种种妙德 一般来讲呢 有六种妙德 坏的话呢 就是呢 毁坏摧坏四摩 破坏四摩 那么这是呢 不介凡 称呼佛陀的时候呢 用的最为普及的 最常用的 就是呢 佛陀 不介凡 这相当于说 我们今天呢 来介绍呢 介绍的这位教授 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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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开始呢 是 为了就是呢 开始解释 说 这位呢 佛陀佛介凡 他 又称之位 如来 应供 正冷觉 民情圆满 和善事 如来呢 也是呢 佛陀十号之一 主要呢 是表述呢 佛陀法身功德 或者呢 啊 正德正如的功德 这个侧面呢 来描述呢 佛陀的功德 那么应供呢 就是呢 因应当看受 啊 人天供养 因当看受 九法界众生的供养 叫做呢 应供 不像呢 我们现在呢 说呢 看呢 你就是啊 好吃懒做 游手好闲 无所适事啊 一无所能 还这个白吃白喝 白住啊 这这就不是应供的意思啊 应供的反面 就是堪当皆受供养 叫做呢 应供 不过呢 我们在这个 按照呢 全职的解释呢 这里的应供呢 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呢 杀贼的意思 就是呢 凡语的阿罗赫的意思 阿罗赫 或者呢 阿罗汉的意思 主要呢 从断德的角度来讲 然后呢 正等觉啊 正就是不偏 等呢 是平等 觉呢 是觉悟 那么他的觉悟呢 不像外道的邪觉 也不像呢 声门读觉的偏觉 所以呢 他叫做呢 正觉 那么正觉呢 这个菩萨呢 也可以呢 叫做觉悟 也可以呢 叫做正觉 但是呢 他啊 还能就说是呢 友善 而这里呢 等呢 就是与诸佛平等 那么这就说明了 他的正悟呢 是达到究竟 我们一般呢 来称之为呢 阿诺多罗三妙三菩提 无上正等正觉 无上呢 是无疑 达到了这个巅峰 达到了顶点 达到了至极 叫做无上 啊 再没有比他高的了 那么正呢 就是不邪的意思 在远离呢 就是说外道的邪觉 和身份读觉的偏觉 那么叫做呢正 那么等呢 就是与诸佛呢 平等 觉呢 就是觉悟 跟佛陀的意思呢 是一样的 这是正等觉 正等觉呢 有的时候呢 又叫做正辨之啊 佛陀呢 这个两种无名断境之后呢 申请了圆满的智慧 所以呢 对于一切法呢 都是限量的觉悟 限量的了知 明行圆满 明行圆满呢 其实这个名号呢 在描述了佛陀的因 啊 因地的修持 明呢 就是智慧 就像 就相当于我们 啊 无名的反义词一样的 无名呢 是愚痴没有智慧 明呢 就是呢 远离了愚痴无名 那么 在戒定慧中呢 他属于呢 慧德 再呢 就是 五根中呢 性敬念定慧 那么 他呢 是慧根 在武力中呢 他是慧力啊 慧力 那么 或者呢 在思念处呢 他呢 就是思念处 思念处都是慧 哦 四正寝呢 就是 属于行了 嗯 然后呢 在七觉知呢 他是 责法觉知吧 是属于智慧方面呢 都是这里的名 凡事呢 属于呢 这个行识方面 比如说 在三学中的戒和定呢 就属于行啊 那么 在六波罗密多中呢 布施持戒 忍辱 坚敬 禅定 属于行 那么 般若呢 属于呢 明 那么 在八正道中的政戒呢 属于呢 其余的呢 可以呢 说都属于呢 行 这个明行呢 指英帝的修学内容 因为呢 声门 读觉 菩萨 都在呢 修明和行 特别呢 菩萨呢 在明行呢 双行 也就说定会等学 只观双用 但是呢 菩萨的明行 没有达到圆满 没有达到究竟 啊 佛陀的明行 已经达到圆满 已经达到究竟 因缘果满 啊 究竟成就了 叫做明行圆满 啊 善是善呢 是好的意思呢 是是去的意思 就是好去 我们一般送人的时候呢 就说呢 哎你走好 哎你好去 走好 哎你好去 然后呢 其实过去还说呢 这个善来 你看呢 但是后面呢 一般都说 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啊 好去善来 善来就是如来 好去呢 就是善事的意思 啊 就是呢 哎送他 哎你一路送风 一路平安 一路吉祥 啊 一路送利 就说明了他走上了一条好路 到达了好的目的地 知道吧 那么佛陀呢 已经呢 依靠界定会的道 依靠三十七菩提分的道 依靠了六波罗蜜多的道呢 他呢彻底的从啊 轮回的险道中彻底的远离 那么踏上了解脱的道路 到达了大涅槃的宝所 这叫做好去 所以呢 以后呢 宋人的时候呢 就是呢 啊 说呢 你好去善事 这五个名号呢 都在呢 全是如来的自立的功德 其中呢 如来 正等觉 民情圆满 那么这三个德号呢 可以说讲如来的正德 正德方面 正物的方面 或者呢 获得的方面的功德 从正面所通过修行获得的 出生的妙德 应供 还有呢 善事呢 主要呢 讲佛陀的断德 我们所介绍的佛陀普切凡 也就是说 三界导师 四身子父的佛陀佛陀 这是呢 举世共称的名号 那么 对佛佛陀呢 成为呢 三界的大导师 啊 四身的大慈父 为什么称这为导师呢 就是呢 虽然呢 在古今中外呢 出世了许许多多的宗教大师 他们呢 也具有了五种神通 也修持了种种苦心 也具有种种的名声 也有极大的影响 啊 也有很多的徒众 然而呢 他们呢 引导众生呢 从轮回引导到轮回 从生死带往到生死中 生死的这头带到那头 那头呢 带到这头 就是呢 从人间 他们呢 带到天上 那么从天上呢 众生的 不动业 和众生的福业呢 受尽之后 想尽之后呢 又一次的堕落了 所以呢 外道度化众生呢 就像小孩 玩这个肥皂泡一样的 啊 你们玩过没有 小的是 就是现在你们 现在小孩玩具太多了 所以呢 这个肥皂泡呢 也没什么好玩的 我们小时候呢 就没什么玩的啊 然后呢 弄一点这个肥皂啊 洗衣呢 洗衣缝搅一搅呢 然后呢 就开始呢 用一个什么 啊 用一个小小小瓶子呢 就把那个肥皂水呢 就装上 然后用一个 管管吧 就脉管吧 一般的 不像现在呢 到处是这些吸管 也什么 我们就用个脉管 脉杆管啊 然后呢 洗一点呢 在太阳底下呢 一吹呢 在太阳底下呢 这个肥皂泡呢 这个五彩缤纷的啊 像这个彩虹一样的 然后呢 很快呢 它就能啪一下 灭了啪一下 没有这么大动静啊 悄无声息的就破灭了 这就是呢 肥皂泡 所以呢 外道度化众生呢 度成了 然后又破灭了 度成了 又破灭了 唯有大师伯陀 释迦牟尼佛呢 出世呢 那么这个 给我们讲了 此事苦如阴之 此事吉如阴段 此事密 如阴木 此事道如阴修 这样呢 就说是呢 我们呢 艳离 龙回的苦疾 我们呢 这个艳离生死苦 要断除呢 生死的因 我们呢 要希求呢 涅槃果 我们呢 要修持呢 这个解脱道 以解脱道 断除了我们的无名 远离了生死 镇得了涅槃 其实这都是互相关联的 知道吗 所以呢 释迦牟尼佛才堪称为 无上的道士 能够从生死的此案呢 带领众生呢 前往大涅槃的 地下 或者呢 以四地法 或者以大小乘法 来 教化众生 处理生死 前往呢 解脱地下 这叫做呢 无上道士 不像呢 现在呢 就说是呢 什么呢 这什么呢 艺术大师呀 音乐大师呀 等等这个大师 那个大师啊 包括呢 我们这些出家人呢 又出去呢 到街上呢 人意见呢 阿弥陀佛大师啊 为什么 阶级经典的 弟子 啊 摩河加社宗者 尤波里宗者 还有阿南宗者 在节级经典 以及呢 历代的 啊 这些呢 这个佛弟子 在传持教法的时候 对佛陀的称呼呢 一般都会冠上呢 佛婆切凡 特别呢 特别呢 在一切的经典的开篇呢 都会呢 冠上呢 婆切凡 那么这一点呢 在这个 般若经 在宝鸡经 啊 在钥匙经吧 钥匙经 开篇也是吧 嗯 有的地方叫婆切婆 有些呢 是婆切凡 其实呢 在凡文上呢 是一个 为什么都冠上了婆切凡呢 那么就是 婆切凡这个名字呢 举世都尊重 全世界呢 都尊重 这个名字呢 是很受尊重的一个名字 还有呢 就说 所有当时印度出世的外道 都称他们的本师 为婆切凡 再者呢 这一个名字呢 能够呢 总设 无量无边的佛陀的功德 而其余的名字呢 去啊 不能够呢 有这样的作用 所以呢 在一切佛经的 佛经的啊 开篇啊 就安上了 婆切凡 那么 为什么佛陀被称之为 婆切凡呢 那么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呢 是成就功德 第二呢 是啊 破坏魔君 那么 如何理解成 成就功德呢 就是成就 诸善法 啊 那么 有几个理由啊 第一个理由呢 就说成就善法 我们呢 一般说的啊 这个 戒定会也好 三十七菩提风也好 六波罗蜜多也好 还有呢 这个 十善也好 所有的这些啊 地道总持的这些功德呢 善法呢 佛陀呢 都已经成就 所以呢 叫做呢 成德 就像呢 一个人呢 能够呢奋行使善 我们说这是有德之人 这是行持善法 第二个理由 为什么叫做成德呢 就是呢 佛陀呢 通过他的多生多世的学习修行 具有呢 大智慧 能够呢 善巧的 善巧的理解 一切万法的世俗和圣意地的真相 实相的缘故 所以呢 叫做呢 成德 还有呢 就说 具有大功德 也就说呢 超越了一般的凡夫外道天人 声门读觉 超越菩萨呢 具有呢 这个不共的这些呢 大功德 比如说十八不共法 这些呢 都是佛陀说 具有的不共的功德 还有呢 具有呢 大名声 佛陀的名声不仅仅在人间 在天上呢 也有名声 在阿丘罗界也有名声 在恶鬼界也有名声 在旁生界也有名声 在地狱界也有名声 在此方世界也有 在他方世界呢 也有 所以呢 你比如说呢 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 那么在他方 无数个国土中的那些佛陀呢 都称阳赞叹释迦牟尼佛的功德 所以呢 佛陀呢 具有大名声 还有呢 像世间的人呢 在一个时代他有名声 很出名 但是呢 这个时代呢 过去了呢 他就没名声了 拱拱长江 东市水浪花淘尽阴晴 啊 还有呢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都被呢 水冲着呢 淹没了 消失了 佛陀呢 具有大名声 那么佛陀呢 具有大会师 佛陀的这个布施 他不仅仅做财布施 还要做法布施 做财布施的话呢 我们看佛在因地的时候 他行菩萨道呢 所修集的这个布施布罗密 这些呢 大布施 还有呢 最重要的呢 佛陀呢 能够做大大师 啊 叫做大会师 佛陀的这个财布施呢 他不仅仅能够布施呢 廉价的这些呢 蒸呀 献呀 菜呀 等等呢 这个衣服呀 饮食呀 卧具呀 医药呀等等 他还能够呢 布施呢 这个国成妻子 儿女 那么还有呢 自己的头目脑髓 乃至呢 身家性命呢 都毫不灵犀的呢 布施给施舍给众生 有些人呢 能够呢 给众生做财布施 但是呢 在法上呢 不能布施 你比如说很多医生呢 有家传秘方 他可以呢 免费的给你有些人呢 来看病 送药 甚至呢 他可以捐钱 但是呢 他的秘方呢 却不会给你的 还有呢 佛陀呢 具成就功德呢 在无量劫中佛陀呢 已经呢 远离了女生 佛陀呢 在啊 制度论中说 无量劫中 图女根 啊 就是呢 佛陀呢 再不会呢 有女根 也就说 变成女人的身份 这在这个释迦门尼佛本身传中呢 就讲到呢 佛陀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修行呢 才呢脱去女神 再不受女神了 这个女神呢 确实呢 在地藏本院经啊 在药师经啊 在这个啊 很多的这个菩萨色域经啊 等等很多经典中呢 讲女生的这个果实 确实呢 我们虽然都是人 但是呢 人跟人不一样 你的不同的生理结构呢 就造成 对你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女人的这种生理结构呢 就决定了女人在心理上和精神上的 普遍而言啊 你不能拿呢 就说是呢 这个啊 你们那边最高的 比我们这边最低的啊 那这样呢就是不公平的啊 所以呢 你看我们这个啊 拳击比赛呢 都是75公斤的和75公斤 否则的话 75公斤的跟200公斤的大 那这个太不平等了 那么在相对啊 平等的这个层面上呢 来讲呢 就说是呢 女人的心理和这个啊 精神上呢 不如呢 这个男人 女人呢 比如说普遍的来讲呢 女人呢 没有远见 我们呢 我们呢说好男儿自在四方 所以呢 治国平天下 这些大的事情呢 都是呢 过去都是男人的事情 所以呢 自古以来呢 没有几个女皇帝 没有几个呢 啊 这个 女的领袖的 女的元首 这就是一个事实 就是呢 他没有理想 没有这么高原的理想 第二个呢 智力上也有差别 也就是说呢 你看了我们这 现在呢 女众呢 都啊 这个有很多呢 文科状元 理科状元 总的来讲呢 还是男众啊 多一点 特别呢 在一些特别复杂的 特别高难度的一些领域呢 顶级的人才呢 还是呢 这个男人 所以呢 我认识的一个 嗯 编程的老师啊 他就说呢 这个 女人到这里呢 就是 学一学还可以 真正有能力编程的呢 很少 到这里呢 为什么呢 脑子不够用 静不下来 别说这些呢 你就看你 这些世界级的这些模特 他们 他们的发型 他们的这个服装呢 都是呢 欧洲 意大利 法国 德国的这些呢 设计师呢 多数都是男人 化妆师也是 嗯 大型师也是这样的 所以呢 有的时候 关注一下 这个世界的新闻呢 啊 对说法呢 也很有帮助啊 嗯 然后呢 这个厨师啊 司机 嗯 世界呢 很多个方方面面的 顶级大师呢 基本都是男人 还有呢 就是说这个 心量 气量上 就说是格局 你做大师呢 你一定有个大的格局 因为女人的这个 心心呢 比较狭隘 比较狭窄 她没有大的格局 没有大的气量 容纳不了大的福德和大的事业 在一个女人的身体呢 也比较这个弱 在这个一些呢 力气活上呢 也不如这个男人 所以呢 比脑子的男人呢 就说就拿出的脑子好用的 然后比力气呢 拿出的力气好用的 所以呢 这两个方面呢 就是可以呢 击败这个女众 不过个别的也有特别厉害啊 佛陀呢 无量节中已经呢 涂掉了 啊 女羹 这里说女羹的意思呢 就是摆脱女生 不受女生 那么生生世世呢 受丈夫生 不过呢 我们现在真的要好好修行 现在呢 就是说不好好修行呢 就出现这种 我们叫做阿姨子 就是呢 不男不女的这些呢 所以呢 我们还是好好的修行啊 啊 即使不能啊 马上的女转男生呢 但是呢 也要做一个正正常常的 正规的达标的女人 啊 知道吧 然后呢 成为一个男人呢 你也成为一个合格的男人 知道 不要呢 就说看似男人是 啊 是非男人 就是像这个第三瓶法一样的 啊 意难非难 佛陀就有以上功德 所以呢 叫做成德意 破魔意呢 就是佛陀呢 能够呢 破烦恼魔 能够呢 催浮魔去用 那么魔呢 一般呢 有四种魔 用魔 就是我们的色受想行使物用 这叫做用魔 那么第二呢 就说是呢 用的 有了无取用的因是什么呢 是烦恼 主因是烦恼 知道吗 就像阿罗汉呢 他虽然有业 但是没有烦恼 不会呢 招致有了无取用 明白吗 所以呢 我们呢 说无取用的因呢 是烦恼 然后呢 有了这个有了无取用 在生死中 内在呢 又有烦恼 无取用呢 就会呢 出现死亡 这叫做四魔 所以呢 我们为什么呢 提到死大家都很害怕 无论中国人外国人 连这些动物呢 都很害怕呢 死亡呢 因为呢 死就是魔 魔是最可怕的 因为呢 他要毁坏我们的一切 这是呢 这个 死魔 然后呢 我们在这样的处境中呢 发了恶怨的 心狠邪恶的 有恶势力的这些呢 魔王波群 那么就会呢 来干扰我们 就会来控制我们 让我们呢 被离解脱道 被离涅槃城 那么一般来讲是这样 这里呢 能够从阴上的破掉烦恼魔呢 魔就自然摧服 就像呢 释迦牟尼佛他在呢 坐在菩提树下 金刚座上 在成道的时候呢 他是里面的修行功夫 越来越深 智慧呢 即将升起 彻底要把里面的烦恼魔 要断掉的时候 这个时候 魔王波群等 依靠神通呢 就察觉了 就想阻止 就想呢 搞破坏 所以呢 他们呢 这个魔王波群 带着八万魔兵 来做这个干扰 那么 释迦牟尼佛呢 那么 依靠呢 这个大次力呢 降服了这个 外在的魔兵 然后呢 再来呢 正观的时候 那么 就断掉了烦恼魔 这个时候呢 成就正乱正决 这是 伯介白呢 具有呢 这个成德 成就功德意 和催破 催破 摩经意 那么 还有呢 直译呢 叫翻译为呢 出有患 就是佛陀呢 能够呢 破坏四魔 那么具有呢 自在六种功德 出离呢 有机阿边 破坏四魔呢 我们刚刚呢 讲完就是破坏呢 烦恼魔 用魔啊 还有死魔 天魔 具有呢 六种功德 第一种是自在功 自在德 第二种是赤圣德 第三种是端言德 第四种是名称德 第五种是吉祥德 第六种是呢 尊贵德 具有呢 这六种功德 那么这六种功德呢 就是因地呢 修持了六波罗密多 所以呢 在果地上呢 就成就了这六种呢 功德 那么不过呢 这六种功德和六波罗密多的次第呢 没有呢 一一对应 自在呢 是净律的功德 因为呢 就说有了净律 有了禅定呢 神通自在 妙用自在 啊 这叫做呢 自在德 持圣德呢 就是智慧 那么智慧呢 就像呢 这个非常旺盛的熊熊燃烧的烈火烈叶一样 他能够呢 就说是呢 烧毁一切的烦恼所知的财心 那么是赤圣 所以呢 大家看呢 药师佛的这个像呢 叫燕王庄严 我等了 还有呢 就说一些这个 呃 这个冥王 比如说呢 祥三世冥王 甘露玄冥王 还有呢 马头冥王 他们的身上呢 就是呢 有赤猛的烈焰 这些呢 代表呢 波热智慧呢 极为强盛 极为赤神 端言是 安忍 那么我们说 安忍庄严 神殿禅宝经中呢 讲 人 众生之所以 长得丑陋呢 主要是呢 心性很毒 嗔恨心特别强 就是我们讲的 根本烦恼 和随烦恼中的 根本烦恼中的 嗔恨心比较重 随烦恼中的 憤恨脑害 这些呢 就说成了恶心 比较重 说通俗一点呢 就说性格不好 脾气暴躁 啊 容易呢 这个喜欢呢 发这个无名火 啊 那么这种人呢 就生生世世呢 相貌呢 特别的丑陋 长成了狮子这种样子 老虎这种样子 豹子这种样子 特别呢 有些人说 这个狮子挺好看的 那么长成鳄鱼好看吗 蟒蛇好看吗 所以呢 修忍辱呢 就会让我们呢 生生世世呢 相貌端言 硕相端言 佛陀呢 具有端言意 那么端言呢 就说有内端言和外端言 内端言呢 佛陀的内心呢 那么都被功德所充满 没有肮脏的 没有呢 黑暗的 没有阴暗的 没有见不得人的 这些呢 啊 特别丑陋的 不像我们世间呢 说你面目可证 面目丑陋 啊 那里说的面目主要是内心啊 说你内心的很丑陋 那么另外一种外庄严呢 就佛陀就有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 庄严其成 然后呢 第四名称 那么名称呢 对应持戒 戒呢 是指恶防飞 就是呢 断除恶业 断掉错误 我们人之所以呢 恶名昭章 臭名远扬 声名狼藉呢 主要呢 就是我们呢 干恶事 犯罪 还有呢 做错事 犯错误 否则的话呢 好端端你怎么会有恶名呢 所以呢 一个人呢 做啊 杀人呀 放火呀 偷盗呀 啊 这个邪淫呀 妄语呀 粗语呀 离间语呀 欺语呀 心中呢 充满了这个贪欲 贪婪 称坑 以及呢 邪贱 这种人呢 名声不会好的 这也是呢 自己自己得到的 所以呢 要想呢 人人称赞你 要想获得美名的话呢 自己美名是自己获得的 不是像现在呢 通过呢 这个广告啊 通过媒体啊 通过报开啊 通过呢 这个网络宣传 然后呢 去包装作秀 弄得这个名声 一旦呢 穿帮了 一旦露线了 一旦被曝光了呢 那可以说是呢 臭不可闻呢 所以呢 这个名称呢 有持戒呢 就会获得美名 那么第五呢 吉祥义 那么 布施呢 就会呢 这个有这个 吉祥 那么吉呢 是吉利 祥呢 是祥瑞 那么我们看到呢 这些富人的生活 你看 他的住处呢 环境呢 非常的优美 然后呢 这个住宅呢 非常的豪华 里面呢 装潢的也非常的舒适 温馨 然后呢 一切的吃穿用度 还有呢 有夫人呢 他修了布施 获得福报呢 他呢 方方面面都是称情如意的 那么吉祥 这个祥和自在的 所以呢 布施呢 就能够吉祥 那么第六呢 尊贵义 对应的是精进 精进是什么呢 精者 精虫的意思 不杂的意思 那么 那么进呢 就是不退的意思 那么精进是什么呢 就是在断恶行善上 那么精虫不杂 永进不退啊 非常的勇敢 非常的彪悍 那么去勇往之前 成败呢 自他的大事 那么这样的人呢 一定呢 会啊 这个地位尊贵 地位高贤 受到他人的尊重 然后呢 整天呢 懒惰懈怠 放逸放纵 无所事事的人呢 那么啊 不会呢 这个就是呢 很低贱的人 这是呢 具有 具得意 然后呢 处理有记阿边 那就是说佛陀呢 他不仅仅处理了 这个三有龙回边 他还呢 处理了啊 寂灭涅槃边 我们凡夫众生呢 住在三有龙回边 落在轮回的这个领域中 然后呢 这个声闻独觉呢 坐在呢 这个涅槃边 而如来呢 正德无助大涅槃呢 远离了有记 不住有记 就像呢 仙观庄言论中说 至不住三有 非不至涅槃 至不住三有 就是以智慧召见呢 三有呢 都是空的 就像呢 我们金刚经中说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离一切相 寂灭主伯 远离了三有 然后呢 有大悲呢 他又不会住在这个寂灭涅槃边 众生海中悲痛一子 常作众生不寝之有 所以呢 他证得了平等真如 那么这样的佛婆界白呢 能够超越外道自在天 那么这就是呢 那我们说的 如是佛陀 不弃烦 解释了这一句 好 今天讲到这里 嗯 不过呢 就是我想呢 佛陀的功德无量无边啊 我们呃 虽然呢 算讲的细一点 广一点呢 但是呢 这和佛陀具有的无尽功德来讲呢 也是呢 沧海中的一滴 冰山中的 冰山上的一角 那么大家呢 就说是呢 一定呢 就说一次性的把这些佛陀的功德呢 给他呢 拿下 就是呢 你特别年轻要记下呢 记住呢 然后呢 理解 这样呢 在以后呢 一念这个佛 佛陀凡呢 这个圣号所诠释的 名称所诠释的 意义呢 就在心中浮现 然后呢 自然而然呢 就会对佛陀呢 深起信心 这样的话呢 我们知道呢 佛是宗难思 正法亦难思 圣僧不思义 诸缘不思义 义书亦难思 那么全知孟婆陀佛陀说呢 如理如法的 学一遍随念三宝经呢 我们想满人生都具有意义了 所以呢 你们呢 大家呢 就说一定要以应重心 认真的来学这个 训练三宝经 好 今天讲到这里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愿得智慧真明了 愿罪障稀消除 愿罪障稀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世事常行菩萨道 愿得最后 愿不得晨 愿不得智慧真明 传统一路 劲